我愿用心听你的心 爱能够带来和平 我愿去了解去珍惜 爱里有和平 我记得我常常在为别人做辅导的时候 我常常觉得好可惜 就是常常两个相爱的人 可是为什么在一起这么辛苦 两个相爱的人为什么在一起爱得这么委屈 两个相爱的人为什么在一起常常吵架 难道有爱就能够解决一切的问题吗 后来我发现原来爱是需要经过学习 来跟我说一次爱要经过学习 所以刚刚呢和平王子告诉我们说 我愿用心听你的心 所以表示呢在彼此相爱的过程当中 听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我们常常急着说 可是其实说之前需要先倾听 倾听跟听见了有什么不同呢 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头预幕上面 倾听有三个步骤哦 第一是什么呢 我们一起来念一杯 来听你把话讲完不急着插嘴 你们觉得常常在家人当中太熟了 常常会互相插嘴 啊你嘴巴都还没打开我就知道了 我怎样我怎样我怎样你被说啥 就马上就插嘴了 哇我们就没有继续说下去的机会了 这就不是倾听 倾听需要把对方的话清完 第二个步骤 倾听的第二个步骤我们一起来念一杯 来面向你看着你 家里面常会这样子对不对 我最近收到一个图片 她说阿嬷非常的孤单 我们大家都去看她 结果我们去的时候阿嬷还是很孤单 因为大家都在滑手机 阿嬷坐在那里还是一个人这样子 当我们在跟别人说话的时候 我们需要面向她看着她 而不是你一个人在客厅一个在房间 然后吼过来吼过去 或者是一边滑手机或是一边看书座 后来我知道了我知道了 听见是听见了 可是真的用心的倾听吗 第三个步骤呢 我们要让对方知道我们正在听 我们一起来念哦 预备来 用点头 这样啊等回应让你知道我正在听 所以当我就感觉到现在好多人在倾听我哟 你们就这样 点头 这样啊 当你们这样的时候 我就知道你们正在用心的倾听我所说的 家人跟家人之间 我们也需要学习爱的技巧 好让我们可以爱得更聪明 让我们可以爱得更幸福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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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